对,我刚好在那里 我在台湾,我刚好在台湾 所以我在饭店的时候 突然间晚上凌晨睡到一半 那个整个酒店就在晃 晃得很厉害 而且那个是最大的一次地址 我第一次去台湾 那你不是吓得 对,我回来没有买那个4D 有点浪费 没有开玩笑 没有,我就说就是运气太过巧妙了 就是让我碰到 然后在当时其实我跟杰一是同公司 那个时候他也在发片 我们刚好就住同 公司就安排我们住同一个饭店 然后我们就 我跟他还有多一个同事 我们三个就展开了逃生的一个过程 那个是有惊无险了 是挺恐怖的 逃生的过程是 因为那时候是凌晨 对不对 凌晨 然后那时候你们都吓醒了 吓醒了 然后我的同事吓到半死 因为我跟我同事一起睡 然后突然间我就说 我们就醒来了 我就说地均 是不是地均 他就很怕 然后突然间我们就听到 有一把很大的声音 就是结义的声音 Quick Run It's enough quick 然后我们就快点跑了 我们就快点跑出来 然后我们就 那个时候是住十多楼吧 那十六楼还是几层 我忘了 然后我们就不敢搭电梯 我们就是逃生了 从十六楼就楼梯一直往下走 走到一楼 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在楼下 就很担忧 有些人也是 衣服都还没有穿好 都跑下来了 然后你会看到那一个 Hotel的Lobby 它的那个天花板已经裂了 已经在漏水了 所以那个 因为那个建筑是有点旧的 有点老的 所以挺恐怖的 其实我的人是很一条线的 怎么说 如果我决定只要唱歌 其实我就不会再考虑回去 当阴光师了 但因为我的歌唱事业 起落还挺多的 所以中间其实为什么会再回去 当阴光师 是因为那个时候歌唱事业 我发了第一张之后 回到新加坡 真的没有工作 然后遇到一个瓶颈 唱片也没有卖得很好 所以公司也没有做什么 也完全全就把我落在 就是放在一旁 晾在一旁 那我觉得不行 我还是得生存吧 所以才会回到当阴光师 但是我的人就是 我说所谓的一条线 就是当我决定要做一件事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就会很想再继续把它做好 所以我在做阴光师 我也想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我当下做什么 我就是那样 所以现在变成是刚好两条路一起走 身为新人那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一知半解 什么都不知道 就笨笨的就去唱了 就是傻傻的 好 发生什么诗 不知道 就努力唱吧 然后 没有钱就少花一点这样子 就没有再去管太多 没有管太多 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说 那个 跟台湾上面公司的合约 应该是怎么走 就这样子改组 就结束 完全不知道 对 那当时有尝试 可能帮你敲其他唱片公司的门吗 并没有 所以就回来了 对就回来了 因为歌唱事业跟一般工作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那个挫败感 在很多人方面应该都是很类似 就是感同身受的那一种 我可以明白 反正有遇到挫折 我觉得是很好的 而且越年轻遇到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才知道说 原来东西可能要换个方式做 机会要怎么去找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学习过程 一堂课 非常珍贵的一堂课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挫败感 当然我现在已经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 要很轻易地讲 但是确实是挫败感会让你很沮丧 但是你要能够学着从挫败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绝对会更坚强 你的任性会更好 当时其实是03年的时候吧 当时是Music Street他们来找我 就是James Kong来找我 就是说你有没有兴趣再发多一张专辑 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已经是想离职 自己想做一个独立音乐 那个时候已经有想说就继续做音乐 我是想说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再试一下不行 然后我本来是想那样的 后来他们就来找我了 我就觉得哇也太巧了吧 所以我就觉得OK 跟他谈了之后 Everything seems OK 然后我就觉得好我们来做了 就一做就 果然就第二次机会就来了 对 所以是一个机缘巧合 而且陪我看这首歌是怎么收到这首歌的 这个是James他们挑的 对他们挑的 James是一个非常会挑歌的 一个老板 对非常会挑 也是因为为什么我后来要自己出来 再自己做 我觉得最大原因就是 其实我不晓得人家知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说 他只通过我的声音 我的歌曲 知道说蔡成佳就是一个 我声音很温暖 然后唱这些歌好听的一个歌手 Postop没有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可以吗 我也会觉得好像不太对 其实转变不是为了变而变 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的过程 我的一个想法 我想本来我想呈现的东西就是比较要多多元化的 但是我也可以明白唱片公司的当时的立场 因为毕竟是一个商业的一个东西 他一定要先卖座 那我也是同意的 只是我觉得在长期的一个艺人的发展规划当中 你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一种歌曲风格而已 那个真的太无聊了 我想你听一练十遍 我看你会疯掉 你明白吗 然后你唱一百遍 我们唱几遍无所谓 但是就是我觉得人就是需要一些刺激一些变化 即使他开始他觉得 哎呀你不要变比较好了 但是我给你听多几遍 他就觉得其实这个变得还挺好的 这个我发现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性 应该这样讲 我们人的习性来的 所以我很清楚 人一定要做一些改变 因为第一是我自己要提升自己 然后歌迷在听我的歌 他在听的时候 我希望他也可以提升他们自己 优选好歌 非听不可